逆境中才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 作者福安古观音阁 今天看了佛缘老和尚纪念专辑 很有感触 老和尚一辈子铁骨蒸蒸 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坐牢三年 这三年来老和尚不屈不饶 绝不吃肉 人们逼住他吃肉 塞进他嘴巴 他也不吃 谈到文革时 寺院被毁 僧人被迫害俗的事情 老和尚的看法 是佛教要有信仰啊 出家人要有信仰 佛说末法著是一万年 现在才过一千多年 末有这魔快灭亡的 后来果然 佛教又复兴了 前几天谈到文革时 对佛教的影响 后来想起来 文革是个是金时 是仪是佛 弟子对佛教的信仰有积分 信仰不足的 就退失信心了 就还俗了 能挨得过那个苦难的 出来的都是佛门大德 火焰里出真金 很多人说学佛后 要一帆风顺 如果都一帆风顺 真的无法兼顾道心 祖师大德对佛法的道心 都在艰难挫折中 兼顾的 比如建真东渡日本 去了六次 最后一次眼睛都失明了 还是要去 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当遇到事情后 挫折后 诽谤后 你要怎么做 这时就看出一个人真的道心了 一切的逆境 都是使今时 比如你对佛菩萨真的有信心吗 当你饿道了 生病了 快死了 这些逆境现前时 才能考验人的信心呢 很多人 生了一个小病 或者一个小愿 忘末有满愿 就退失了信心 信心不坚固 在临终前 就容易颠倒 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 也是好的 上天派来的是今时 在道家中 要修成仙 天上的神仙都来下来试探修行者 佛陀讲他本生故事时 也讲到了多次受到 犯王天重重逆境的考验 这些考验 是成就信心的 修行 就是修信心 念经 拜佛 做事情 都是修信心 对三宝有信心不 佛元老和尚冒住生病危险 保护了六祖菩萨的真身 在文革时 很多肉身菩萨都被毁了 比如九华山就被毁了很多尊 六祖肉身能保护下来 佛元老和尚以自己性命担保 当一个人以性命担保 做任何事情时 这个力量 就像狮子吼 相向渡河 总感觉禅宗是很了不得的 尤其是担当的魄力 佛教大雄大力大慈悲 这就是担当的魄力 凡夫就是缺少 但是这就是担当的魄力 就像的魄力 所以说 需要有些人感充的魄力 就像我一样的魄力 要是一样的魄力 那是关于魄力 的魄力 就是 所以